西方语书3章16节 那时敬畏耶和娃的笔记谈论 要我侧耳而听 且要记念侧在他面前 记录那敬畏耶和娃 思念他名的人 我们看到任何经文 不但去看这个经文的内容 我们应该看这个内容 也同时看神有什么恩典 和他有什么本性 属性 所以他会这样做 这样的话我发觉神的各方面 用一个例子 这里有多少人是母亲 母亲 妈妈的 你是母亲 你知道怀胎很辛苦 生孩子很辛苦 照顾孩子也很辛苦 你付出很多代价 我想问你 你的儿女明白你付出的代价有多少了 例如你付出的代价是100分 他明白你的付出的代价有多少了 可能很少是不是 因为他只是妈妈煮饭给我吃 就是想到这一点 没有想到你曾经放在他身上所有的努力 你的心怎样爱他 关心他 顾念他 就是你曾经做很多 你做100分 他可能开到1分 很少 而且他也没有说出来 他说你知道了 我不是要告诉你了 如果他告诉你你开不开心 开心 开心 而且是最大的满足 是不是 就是你的儿女 知道你怎样付出代价 你怎样关心他 怎样为他祷告 怎样帮助他 当你数算的时候 哇 很多方面 你真的为他做的 我用这个比喻应用在神身上 神为我们做了100分 我们想到多少分呢 很多人就是想到 神有帮助我 但神还是帮助他比较多 帮助我比较少 神还是没有听到我的祷告 为什么神没有回应我呢 这是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看到神全面性的恩典 全面性的恩典 从哪里找到了 圣经 但有些时候不是同在同一个经文 可能在整个圣经里面 整本圣经里面 可以找到 所以在整本圣经去看 也放在记忆里 也思想神做的每一件事情 现在我们就看这个经文 然后看恩典 然后看他的属性 首先我们解释这个经文 这个经文说到 敬畏耶和华 这里也说这个人是敬畏神的 当然我们是要明白 敬畏不代表 很怕神 神我怕你不要来 我怕你不是这种 敬畏不是这样种 我现在要解释一点 另外一点 关于讲道 你发觉我很多时候用 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动作 不同的表情 表得怕 很多人以为敬畏神 神你要远离我 我不敢听见你 这个是错误的 敬畏神是 神啊我尊重你 但同时我爱你 我爱神 敬畏神 这个爱神 尊重神的人 他们比起谈论 敬畏神的人会谈论什么呢 是的 非常美好 敬畏神的人会不会整天说 吃什么东西啊 我的儿女没有钱啊 没有结婚啊 没有孙子啊 是不是 敬畏神的人谈论这些事情呢 不是 他去谈论属神的事情 或者是荣耀神的话 是不是 耶和尊重神的事情呢 也和自耳耳听 世界上有多少敬畏神的人啊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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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每一个都留意地听 哇 这个真的很奇妙 他留意地听 而且他不但去听了 忘记了 记在记录册上 有记录册 是记录 那敬畏耶和娃 思念他名人 就是说 你思念神 啊 神真美好 神就美善 神这么美好 神就记录 这个经文非常的美丽 我们就看一看 这个恩典有多少 我现在请你说出来 让你们操练一下 从这个经文看到 什么神的恩典 请你说出来 有什么神的恩典 他记录的侧子上 是的 记录 侧耳听 侧耳听 那要是哪里有记录 所以来怕 恋前 侧耳 记录 记录 然后我们在思想 我们的思想 我们没有导弹 我们只是思想的时候 神就拟命 神就把这个 我们思想的东西 给我们记录 是的 我们思想没有行动 的时候 神已经放在记录 所以你整天 什么是恩典 什么是恩典 又它是持儿耳听 是的 是的 刚才你都说了 刚才你所说的都是从经文看到的 记录也是恩典 经文看到 就好像你的儿女 你煮饭 煮菜 她看到 但她没有看到背后 我们又发觉神的背后 他的本性和他的恩典 首先建里说什么呢 首先我们需要明白关于神的恩典 首先为什么有人敬畏神 为什么我们会敬畏神 神的爱 神的爱 是的 是对的 还有什么 为什么我们会敬畏神 神的恩典 好的 这个过程 你思想我们怎么会变为敬畏神的人 我现在去同每一个词 去找出神的恩典和属性 这个就是神给我这个神性情讲到法 这个非常宝贵 你说为什么要敬畏神 是吧 这是单从敬畏 可以看到神很多美善的恩典 我现在去示范给你们看 为什么我们会敬畏神呢 来源在哪里 为什么会开始敬畏 因为神拯救我们 将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 感动我们 洗出我们信主的时候 可能也不去敬畏神 但神用各样的方法教导我们 帮助我们 有一天越来越敬畏神 越来越喜悦神 感激神 是不是 所以每一个词你去找 为什么我们会敬畏神 这个根源就是神将祂的生命 放在我们的里面 神的生命就是美善的 神的生命在哪里 哪里就有改变 哪里就有我之 首先我们就是有神改变了 改变之后 神不需停止工作 祂继续地感动我们 叫我们的口说出的话 都是荣耀神祝福人的 这个就是另外一点了 这是祂改变了我们之后 祂继续地感动我们 继续地推动我们 继续这些意念 放在我们的里面 你有没有留意 有些时候你有这些意念 我要帮助祂 我要安慰这个人 我要去探访祂 有没有这些意念出现 这个就是神在感动我们 祂首先将我们拯救了 改变了 然后祂就随时将祂的圣旨 放在我们心中 感动我们去关心人 说一些敬畏神的话 这个就是神首先做这个工作 然后当这个人呼应神了 神感动他 他就呼应神 他的口就说出荣耀神的话 祝福人的话 神就喜悦 所以其实这个改变是从神来的 但改变之后 他就喜悦 而且他很尊重这个人 很尊重 每一个都看重 他就会嗤耳听 我想问你 你跟你跟你的老公老婆说话的时候 他们有没有嗤耳听啊 有时候会 你叫他买东西啊 或者是你在家中 请你做五样事情 怎样做怎样做 你告诉他了 他说 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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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出外面了 然后回来的时候 你发觉他有没有做好啊 没有 他就是听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关掉他的耳朵 有没有发觉这个情况 我们有没有这个情况啊 有 关掉 这个就是人的听 人听人说话也是这样 你聆听人的时候 有没有很多时候听漏 有些地方没有听清楚啊 他说话的话有没有啊 有 也需要 这是人都是很多很多 没有嗤耳听 因为没有看重人 没有尊重人 没有集中的听 但神是极度留意的听 这个是恩典 这个是 我就是说每一样东西 我都会发觉更多 思想更多 去了解更多 当你了解更多 因为我有空的时候 我就想神的恩典了 我常常这样想 我看到什么东西都想的 我看到水 我说水真好啊 喝水很舒服啊 我们会笑 我也感谢神 我们会笑真好啊 狗不会笑 狗会摆尾 但他不会笑 人可以有笑容 狗不可以有笑容 感谢神啊 我们有笑容 我们笑的时候 不断去口笑 你的眼睛也笑 是不是 我每一样东西 我都思想神的美善 所以我是极度喜欢神的 我看到什么经文 我都思想 我想到神就 甜如蜜 神啊 你真美好 因为他专心听我们每一句话 而且是他感动我们 其实这样的 神给我们的感动 例如我用这个比喻 百分之百 你听到多少了 然后你醒出来多少了 他百分之百的对我们说话 可能我们听到三分之一 然后做出来多少了 可能十分之一 百分之一 但如果有人听到 就讲出来 神就很喜悦 其实无论你讲出多少 做出多少 神都喜悦 虽然这个经文没有说喜悦 但这个暗示有喜悦 是不是 因为他会记录上来 好了 记录 我想问你 你有没有记录 你的老公老婆所做的 为你做的好事啊 你的父母为你做的好事 有没有记录啊 没有 鼠善 鼠善 鼠善是恶 鼠善 他们 鼠善 他们不好 更多 是不是 但神是这样的 当我们悔改 神就不鼠善 我们的罪 神鼠善 我们的美善 所有的改变 是不是 很美好啊 我想问你 世人是喜欢 思想什么 世人 鼠善什么 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 他记得你做的 每一样好事都告诉你 你会有什么感觉啊 很少这样的人 是不是 但神就是这样 是不是觉得我们很喜欢 他会记录 每一样小事 因为曾经说 一杯凉水 他都记得 所以你一个笑容 他记不记得 你对人有笑容 他记不记得 你帮助人 他会不会记得 他每一样都记得 这个 你想 我希望你不算是知道 你是会开心 你会感动 你现在想一想 你将人和神比较 人看你的不好 神看你 什么小的东西的好 他的不好 悔改 他都赦免 你要你做什么好事 他都纪念 他在推动你 而且当你改变的时候 他就提升你 他就将你放在高处 叫你成为尊贵的人 能够祝福更多人 世界上有没有人 这样记得你 所有的好行为 提升你的生命 而且有能力这样做 有没有 所以你能不能够 现在静下来 对神表达一下 神啊 有谁能想你 有谁能想你 耶稣既有你能感动我心 永远远远远在难 寻找得到 耶稣 有谁能想你 我要你细想一下 会不会有些少感动啊 神纪念我每样好事 但我周围的人都是 信念我的不好 很少信念我的好的地方 但神是这样信念 我所有的好处 神真美好 有没有人像神呢 我告诉你 我每一期思想都很开心 我的里面就会感动 神啊 为什么你是这样美好 你有没有觉得很美好啊 比较人 是不是人令我们希望 令我们痛苦 但神是这么美善 每样好处 祂都纪念 而且祂依据我们 脱离所有的忧伤 安慰我们的心 提升我们的生命 留意记录我们每样好处 我的里面真的涌出这种感激 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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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好 你会不会觉得神很好啊 我们帮助人明白 宣言 那照我们出黑暗 入寂寞 光明者的美德 我们就是宣言 神的美德 神的美善 有水浪 没有人 这样选择 好了 我继续讲 刚才有没有谁觉得 真的很感恩 也有些感动的 有没有啊 有感恩的请你举手 觉得很感恩 有感恩的 感动 感恩 不太 我看到你有些感动 你可不可以分享出来 我看到他 他在哭 他因为他能够进入 进入这个 心想神的美善 你刚才说的时候 我其实 你刚才在讲的时候 我其实是很开心的 我很喜乐的 因为我觉得 就跟着你说的 就我很喜乐 不知道为什么 你讲神的美善的时候 我里面就很出动 感谢主啊 神就是这种美善 希望我们每一天 都去思想 你想想 神给我们的食物 是不是都很好吃 神给我们的空气 你放松深呼吸 很舒服的 是不是 你看一看花朵 飞鸟 是不是很美丽 很活泼 很开心 飞鸟都是 孩子都是这样的 孩子都是很开心的 这个都是神创造的美善 祂也改变我们 这样我们变为 越来越好像小孩子 让我们能够轻松喜乐 开心 就是当你讲到说神 祂是怎样的爱我们 我就在想到神 祂 尤其是说你生命当中 一点点的小事 就是你给一个小子 倒一个水 神都会记录在车的时候 而且神 祂会让你越来越优秀 越来越好 我就在想 世上的人是怎样去对你的 你身边最亲近的人是怎样的 你所有的痛苦 你所有的难受 都是从事件而来 但是神却不这样去看你 哪怕你不好 你不好神 你在神面前 承认你的不好的时候 神都接纳你 而且他不纪念你的不好 他不看待你不好 你做的一点点好 一点点事情 哪怕你有一点点悔改的心 神都越纳你 神都记录太测 而且祂使你的生命越来越好 我就想到这一点时候 我就特别地感动 我心里就说不出来这种思维 所以我就忍不住 我的眼泪就往下流 感谢天父 感谢天父 我们的目的 就是说 我们自己就宣扬 那叫我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也帮助人家 也帮助人真的有反应 你留意 其实当你圣经在里面 是很丰富的话 你就随时想到 圣经里面的其他的例子 耶稣说 我怎样比较这个世代了 就好像孩童 孩童 对其他孩童说 我跳舞 你们 我 想一想 我忘记了 这个 你们不跳舞 他说 然后 人 举爱 你们 不随送 小孩子 小孩子玩这个 就是说 吹一笔 是的 吹一笔 你不 跳舞 吹 举爱 你们不 随送 这是没有反应 很多人 看到神这么美善 这个美善是世界上没有的 没有人能像主这样完美 人都是批评 伤害 就是 对我们好的时候 也带有条件 希望我们回报 就是 人的美善是很有限度 但世界上有这一位 这么爱我们的神 这么欣赏我们的神 提升我们的神 所以我们就说 神啊 这么美好 我们就 真的 自己感恩 也帮助人感恩 越感恩 感恩去 首先在思想 然后进入我们的心灵 神就美好 我想到神的美好 就笑 也会感动 这个就是 神真美好 神现在在记录 你们每一个内心的福音 你里面 神这么聆听你 留意你的思念 你在思想神的美善 祂就 喊喜悦 祂就纪念 所以你就说 神啊 原来 祢是这样留意我的 祢是这样 帮助我的 提升我的 然后纪念册 这个纪念册 后来会怎么样呢 圣经 这里没有说 但其他经文有说的 我们所做的 每个人所做的 在这个根基上 有些人去草木 和街 有些人去 敬饮宝石 如果我们去 爱神 感激神的话 喜悦神 以神为乐 神就将你 心里所求的 都赐给你 所以圣经很多都讲到 当我们 呼应神的时候 神的祝福 以神为乐 祂就将我们 心里所求的 赐给你 也将你 成价地的高处 所以当我们 细想 谈论 神的美善 神就记录下来 神就喊喜悦 就会永远地赏赐 现在赏赐 你就开始 更有喜乐 更有力量 生命更提升 每一方面更提升 每一方面更自由 你看到我 我现在讲的是 荣耀神 你看我讲到的时候 很轻松的 我不是看着 一个奖章 看看要讲什么 讲什么 这是圣灵流动 带领 我也希望你是这样 我不需要荣耀自己 我是说神做美好的事 我感激神 我以前讲到不是这样的 是神改变我的 经历圣灵之后 祂改变我 祂也可以改变你的 你的里面就流动 所以你越 思念神的美善 谈论神的美善 你的里面就有更强的圣灵的流动 你的生命就会被提升 所以祂的赏赐是现在到永远 一个意念 你爱神 现在赏赐 永远 赏赐 哈利路亚 神就记录 好了 这里 我们讲到这个恩典 我再总括一下 因为我讲了很多点 我再说一下 首先是 是祂改变我们 所以我们会敬畏神 是祂感动我们 推动我们 所以我们会谈论神的事情 所以我们会思念祂的事情 祂的名 这是祂在流动 腓立比书 阿章十三节 你们立志 行事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祂的美意 这句话很美丽的 这句经文很美丽的 腓立比书 阿章十三节 如果你没有 记得这个经文 你要写下来 腓立比书 阿章十三节 你们立志 行事 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祂的美意 这就是说 你立志 当然 你讲到不是立志犯罪 而是立志 正从神 爱神 你会立志去爱神 而且行事 行出来 爱神 帮助人的手 都是神在心里运行 在你们运行 神是在我们里面 不停地运行的 圣灵不停地流动 为要成就祂的美意 祂的美意是美好的 有些人讲到 神的美意是很负面的 他们祷告 这个人快要死了 没有意好 都是神的己意 祂现在要死了 就想到神的己意 祂是最后的不好的东西 但其实神的己意 好像越是 祂从来没有想到 被出卖去埃及 后来带了这么大的荣耀 这个就是神的己意 每一个都可以的 这个就是神的己意 为要成就祂的美意 所以当我们 容许这个圣灵的流动 也告诉我们 神与我们去 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 说什么 但与主联合的 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与主 但与主 像 但与主 圣灵的 圣灵的 就是与他成为一灵 这里说什么呢 这是说 神在我们里面 是与我们联合 不停地运行 神与我们的关系 是极度的亲密 所以这个圣灵内住 不但是普通的内住 是不同的 不停的内住 这个是祂的恩典 也是祂耐性地帮助我们 任何人都有圣灵的感动 是不是你们会有圣灵的感动 悔改 尊重神 都是圣灵的感动 所以人会谈论神的事情 都是神的感动 神与我们是有 直接的 连接的 直接的连接 但有些人的连接是 不强的 有些基督徒的连接是很弱的 因为他们 很少亲近神 也没有尊重神 所以神的连接不强 但有些人是与神 真的成为一灵 你渴慕吗 你越渴慕 有神的运行你 神感动你 你马上回应 有些时候神的感动 最难尊重是什么呢 神感动你要奉献一个树木 有一个感动 但你很难尊重的 树木太大了 但如果你尊重的话 神就很喜悦 这是如果这个感动 不是从神来 这是你有这个树木 你要你照样去做 神也很喜悦的 这样的话 就是让神的流动 在我们里面 不停地流动 感动人去谈论 当神这样感动 然后我们回应的时候 神就很留意 世界上的人 这个是对比 很多时候我讲 神的事情 我是对比 世界的人是怎么样 也对比父母与儿女的关系 对比 虽然是不聆听 也不记得 听了很多次都听不到 但神是听到 而且记录下来 虽然都忘记我们为神 为他做的事情 但神记得我们 每一样为他做了 每一次 所以你每一次 你秘密地做任何事情 帮助某人 神都纪念 你秘密地祷告 神都纪念 你信靠神 神都喜悦 记录 而且 这个赏赐 这个经文没有讲到 这个赏赐是现在有 它就提升你的生命 你的管子 在我们生命有一个管子 连到神那里 起初这个管子很小 因为我们与神的连接还是不强 但我们越信从神 越多谈论神的事情 这个管子就越来越大 垃圾就清除了 圣灵就很容易带领你 感动你 你的生命就提升 就改变 其实 如果你们有些人 已经听我讲到的 有些 你的 刘虚雅旗旦都有些听过 你发觉我现在跟以前 已经有进步了 这是不停的进步 这个形容更清楚 更入心 这是真的能够讲出神的美善 我感谢神 是神教导我的 你也可以的 我这样荣耀过于神 我这样说这个分别 是不是我 是神 神不停做供 所以我荣耀神 我感激神 我喜悦神 神就记录 然后赏赐 而且不单是我们的行为 而且是我们的思念 好了 刚才我讲的神的美善 是这样的 好的 那我上午继续讲 哈雷路亚 哈雷路亚 希望你不停地思想神的美善 欣赏神的美善 不停地思想 让你活在神的恩典中 好不好啊 好啊 哈雷路亚 哈哈哈哈 你可以过来弹琴 如果想學彈琴 或是想學共鳴的 你可以過來 或者是你生命有什麼要學 你可以彈 我聽你彈 剛才講共鳴的事先講 先講的情樂 我看到你 首先你一進來 這個盲堂 盲堂 然後就說不要看的就叫盲堂 不要看的 看齊的就是盲堂的 就是熟練的程度 一年多一點能夠記錄這種狀態 然後是你彈琴的時候 我說我跟老師學習一年 但我操練很多年 跟老師學習一年 你之前是有功底的 是吧 我三十多歲的時候學的 但因為我跟老師學就是一年 不是一年就談到這個程度 我剛才說的 不是我彈了一年 不是說我學了一年 然後我就操練 因為老師學習一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